道正法师 持灵善根福德同佛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持灵深浅 看个人对这一句佛号的体认 佛的能力是连等觉菩萨都不能知道一根毫毛 所以我们对于佛的能力和功德的真实状况 是不能充分了解 这只有佛和佛能够究竟 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 对于佛的能力能够信得过的人 他对于名号的体认就深 真正相信念一句佛号就是 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的人 他的信心就够 持灵的愿和实行也会强 就像一个很崇拜爸爸 又对爸爸的能力很相信的小孩子 他叫起爸爸的名字一定是很威风啊 一叫爸爸就安心了 因为他知道一叫爸爸 爸爸来就是全力以赴 所以叫爸爸 爸爸的能力就会等于他的能力 因为爸爸来给他撑腰嘛 爸爸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 这种孩子打一通电话给爸爸 叫一声爸爸 就一切成半了 这样的孩子在他心目中 一句爸爸当然就是无价之宝了 就是一切了 真的深信念佛是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的人 你想他怎么肯把佛丢掉去搞别的吗 你想他怎么肯把念头拿去打别的妄想呢 所以真的肯定念佛价值的人 自然只要念佛才不愿意要别的 不愿意乱想了 我们想一个真正知道金刚钻价值的人 怎么会不剪金刚钻去剪什么垃圾吗 请大家注意 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听说 已经知道念佛就是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了 其实对苏国世界的小事呀 小名小利都很在乎的人 就是还不肯定这句话 还不肯定念佛的价值 听说是听说了 现实还没有信啊 真正相信念佛是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的人 他的信心深自然会肯念 念出来力量自然就大 可以全佛全心一了百了 以这样深的信愿来持明 功夫就深 真正能够体认持一句阿弥陀佛 即为全设佛功德成字功德的人 体认就是深 他一持明功德力量就大 可以大到和佛一样大 能够相信欧祖所说 持明善根福德同佛的人 以这种深信的信念来念佛 自然心就不会乱 这持明的功夫就深 同样是念佛 对佛力不能深信 不了解 而且又对自己的善根有怀疑的人 总是觉得念佛不会多有用啊 还是要自己背很多债务啊 或者要自己再去怎样怎样 才行啊 这就好像不识货的人 纵使送给他钻石 他也不敢拿 也不能换来高价 顶多是去和人换一颗糖果 吃吃就算了 这样的体认 持明的力量就非常的薄弱 没有信心的持明 力量就薄弱 当然就降服不了妄念 心当然就乱 所以夏老居士 为我们说明了修学的次第 他说李明才能够信深 信深才会怨窃 怨窃才会行专 否则道理不明 常常就盲修瞎恋 信不深 怨不窃 行也不专 心随时都乱糟糟的 忽然间断气了 还是乱糟糟的 说到待业往生 其实就像搭飞机出国 我们自己只要带护照 签证和机票就好了 其他 人连行李都可以让飞机在 往生西方也一样 我们只要带信怨行就够了 有信 怨 行的时候 一切业障都是佛背 自己根本不需要背 是没有信怨行的时候 才很冤枉地要 自己背什么业障 其实 同样一念心 可以选择享受业障 也可以选择享受佛力 当我们提起信怨行的时候 就是佛帮我们背负业障 当失去信怨行的时候 业障就得自己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